乾隆帝作为一代民君,后宫家里无数,为何却在第一次临性令妃时激动得无法自拔?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,其实非常简单,却显为人知,究竟是令妃的容貌倾国倾城,还是她的性格与众不同,又或是她身上有着某种特别的气质,深深吸引了这位君王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事说。 对于皇帝来说,后宫家里三千,每位妃嫔都有不一样的美丽和气质,这些妃子从入宫之时开始,就注定了是自己的女人,是可以照着极来,挥之极去的存在,因此皇帝也不会过于重视她们。 那么对于妃子们来说,皇帝作为他们在后宫生存的重要攻略目标,如何真正走到皇帝的内心,成为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,是一个永恒的课题,但对于乾隆皇帝,令妃却是一个例外。 虽然才,冒,家是在一众后宫竞争者中揭不出挑,但他却凭借宫心未尚的策略,成功上位,其实他的成功在第一次被强行离姓时,就埋下了伏笔。 作为中国历史上工作年限最长的皇帝,乾隆也算得上是个合格的皇帝,作为清朝最鼎盛时期的掌权人,乾隆自然没有打天下时期的开国皇帝,以及末路之际的傀儡皇帝那样苦大仇深, 在处理完政务之际,他喜欢游玩,也乐于享乐,导致现在提起乾隆,势必要提到他多次下江南,搜罗美女便尝美食的事迹,甚至有人专门统计过,在全国范围内,声称乾隆曾经品评过的地方美食,多到让人眼花缭乱,实际上,乾隆是否去过这个地方,吃遍山珍海味的他,又是否真的对这些美食竖起了大拇指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, 但作为皇帝,乾隆的六下江南也确实过于洒脱,任性了,虽说康熙也曾多次下江南,但大多是为了体察民情,也不喜欢铺张浪费,常常是巡视江南地区的河道建设, 但乾隆则恰恰相反,他的目的很明确,享乐,另一方面也为了,却要感受自己的大好河山,前呼后应一大堆人,而这一大堆人的吃喝住行都有讲究,还半点马虎不得,饮水饮食都要从全国各地找到最好的,沿途更是要建造豪华的行工等等, 乾隆每次的出行,举国上下都要忙活,不仅要劳动几万劳逸,就连马匹,骆驼,骆驼,骆子都不能幸免,花费无法估算,乾隆的韧性也体现在方方面面, 就连在后宫妃子的数量上,成绩也相当傲人,41位登记在册的嫔妃,更别提在民间关于乾隆的各种桃色新闻了,生长于宫中,自小受宠的乾隆看过不少漂亮的妃嫔,作为皇帝,更是没有他得不到的女人,但在后宫中, 除了与他年少相守,白月光一般存在的复查皇后与乾隆格外亲近之外,其他嫔妃都始终无法走进乾隆心中, 但令妃却在极短的时间里,成功激起了这位早已波澜不惊的皇帝的情绪,1945年,18岁的魏家世被封为魏贵人, 但这在后宫众多的嫔妃中,贵人常在是相当底层的存在了,但这一年还没过完正月, 魏家世便成功从贵人升级为了贫,又在这一年的十一月,完成自己的册封里, 从一名小小的宫女,再到贵人和贫,魏家世走得格外稳当, 要知道,清朝向来尊宠满人,汉族女子能有这么快的升级速度实属难得了, 对于魏家世的受宠秘籍,就不得不说他颇为成功的心理战术了, 在后宫中的女子虽各有风情,但大多畏惧天洁威严, 对于乾隆皇帝更是百依百顺,生怕一个失误惹得皇帝不快, 带来满门的无望之灾,可是这样的功顺时间久了, 对于皇帝来说也就没有趣味了,因此, 魏家世从未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的恐惧与小心翼翼, 而是恰当的时机中表现出自己的强势与个性, 这让乾隆皇帝看到了在死气沉沉的后宫之中里, 来自于魏家世个人的鲜活与独特, 令妃第一次被强性时,乾隆为啥激动得无法自拔, 其实很简单,在乾隆强行灵性魏家世之时, 魏家世则并不像之前那样强硬, 反而表现出了小女儿一般的娇羞, 这样的反差自然让乾隆万分激动, 满心以为是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魏家世, 而非是头上的皇帝光环, 魏家世的表现让乾隆大喜过望, 魏家世先是征服起乾隆的征服欲, 而后又在恰好的时机里, 满足了乾隆内心深处的心理欲望, 自然就凭借一个欲望, 顺利夺得皇帝的心了, 最好的证明便是魏家世如火箭一般的上位速度, 以及在十年时间里, 为乾隆皇帝生下了六个孩子, 其中有四个都是皇子, 乾隆在为魏家世选封号时, 特意挑选了寓意极好的, 代表美好品德与性情的令子, 用来表达魏家世在自己心中的印象与评价, 后宫都说母瓶子贵, 拥有四个皇子的令妃, 自然有无限光明的前途, 这四个皇子不仅象征着他未来生活的坦途, 更是代表着皇帝对于他的依赖和宠爱, 独一份的性格加上独一份的宠爱, 令妃自然就成为了整个清王朝的后宫, 独具风格的一只灵霄花, 令妃的上尉使, 其实也是抓住了乾隆作为皇帝的心理弱势, 那就是作为养尊处优长大的乾隆, 从小到大什么都有, 也什么都是最好的,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, 得不到的才是最让他抓心挠腮, 也是最记忆深刻的, 令妃的独立与不卑不亢, 也让乾隆把他当作了不能一概是之的存在, 但话又说回来, 如果一味反抗, 一味的抗拒, 只会让皇帝的自尊心大受伤害, 不仅都达不到原本的目的, 反而会让皇帝在恼羞成怒之中, 降下杀身之祸, 因此, 时机才是令妃所有心理战术里最重要的核心, 如何在恰当时间挑起君王的征服欲, 又在何时低下头, 让君王开心, 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, 心思细腻又胆大的令妃, 在复查皇后过世后, 在一众嫔妃中, 抢占先机成为林贵妃, 虽然碍于汉人的身份, 即使有皇帝的宠爱, 但依旧无法成为尊贵的皇后, 可实际上大权在握的她, 早已成了后宫中的一只独秀, 1775年, 49岁的令妃因病逝世, 而在她死去20年后, 乾隆皇帝将她的孩子封为皇太子, 而令妃也被乾隆册封为皇后, 属于她的戎宠, 并未因时间而褪色, 1745年,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汉族女子魏家世, 踏入了紫禁城的大门, 抵食的她, 不过是众多宫女中的一员, 年仅18岁, 在这个满族统治的朝代, 一个汉族出身的女子, 能够进入皇宫, 本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, 魏家世的家世并不显赫, 她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褒衣, 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下属于地位较低的阶层, 然而命运似乎对这个年轻女子格外眷顾, 她的聪明才智和独特气质, 很快引起了宫中一些人的注意, 在当时的后宫中, 复查皇后是乾隆最为宠爱的妻子, 被誉为白月光斑的存在, 正是在复查皇后的引荐下, 魏家世得到了觐见乾隆的机会, 这次偶然的相遇, 成为了改变她命运的转折点, 乾隆对这个不卑不亢的年轻女子产生了兴趣, 与其他战战兢兢的宫女不同, 魏家世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气度和才智, 他既不谄媚逢迎, 也不过分拘谨, 这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让乾隆印象深刻, 很快, 魏家世就被封为魏贵人, 迈出了向上攀升的第一步, 这个头衔虽然在后宫中仍属较低等级, 但对于一个刚入宫的汉族女子来说, 已是难得的荣耀, 魏家世深知, 这只是一个开始, 她的未来还有更大的舞台, 从贵人到贫, 魏家世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, 这样的晋升速度在后宫中可谓罕见, 尤其是对一个汉族出身的女子而言, 她的成功不仅仅依靠运气, 更多的是她的智慧和努力, 魏家世深知, 在这个勾心斗角的后宫中, 单靠美貌是远远不够的, 她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诗词歌赋, 研究历史典籍, 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, 她的勤奋和好学很快引起了乾隆的注意, 乾隆是一个崇尚文化的皇帝, 她欣赏魏家世的才学, 在与她的交谈中, 乾隆常常能感受到一种知性的魅力, 这是其他非贫所不具备的, 魏家世善于把握分寸, 在展现才学的同时, 又不会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, 除了才学, 魏家世还精通一门特殊的技能, 心理战术, 他敏锐地察觉到乾隆内心的矛盾, 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, 他渴望征服, 但同时也希望能遇到一个真正理解他的灵魂伴侣, 魏家世巧妙地在强势和柔弱之间切换, 使而表现出独立自主的一面, 使而又展现出楚楚可怜的姿态, 这种反差极大的刺激了乾隆的征服欲和保护欲, 让他对魏家世越发着迷, 在魏家世的仕途中, 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, 那就是他第一次被乾隆临性, 这次经历不仅奠定了他在乾隆心中的特殊地位, 也成为了他日后平不清云的重要基石, 当乾隆第一次来到魏家世的寝宫时, 他原本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寻衅, 然而魏家世的表现却出乎他的意料, 他既没有表现出过分的谄媚, 也没有显得惊慌失措, 相反, 他保持了一种恰到好处的矜持和自信, 魏家世的这种态度激起了乾隆的好奇心, 作为皇帝, 他习惯了身边人的鳄鱼奉承, 而魏家世的表现却让他感到新鲜和兴奋, 在交谈中魏家世展现出了他的才学和智慧, 这更加吸引了乾隆的注意, 然而真正让乾隆难以自拔的是魏家世在亲密接触时的表现, 他巧妙的在矜持和热情之间找到了平衡, 既满足了乾隆的征服欲, 又不失自己的尊严, 这种微妙的平衡让乾隆感到既新奇又兴奋, 这次经历给乾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他发现魏家世不仅有美貌, 还有才华和智慧, 更重要的是, 他似乎真正理解他作为一个人, 而不仅仅是一个皇帝的需求和渴望, 这让乾隆感到被理解和被欣赏, 这种感觉是其他妃嫔无法给予的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魏家世在后宫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, 他的聪明才智和独特魅力不仅赢得了乾隆的宠爱, 更为他带来了最大的筹码, 皇仔在短短几年内, 魏家世为乾隆生下了六个孩子, 其中四个是皇仔, 在封建社会里, 多子多福是一种普遍的观念, 更何况是皇家, 魏家世的高生育能力, 无疑极大的提高了他在后宫中的地位, 每一个皇仔的诞生都让乾隆欣喜若狂, 他不仅看中这些皇仔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潜力, 更将他们视为他与魏家世深厚感情的见证, 乾隆对魏家世的宠爱也随之与日俱增, 魏家世深知母平子贵的道理, 他不仅精心培养这些皇仔, 还善于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, 他教导孩子们学习师叔礼仪, 培养他们的才能, 为他们日后在朝中立足做准备, 然而魏家世并没有因为生育皇仔就放松警惕, 他深知后宫中的竞争永无止境, 他继续努力提升自己, 在各个方面都力求完美, 以确保自己在乾隆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, 随着复查皇后的趋势, 魏家世在后宫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 他被封为令贵妃, 实际上掌管了整个后宫的事务, 虽然他没有正式成为皇后, 但他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这个头衔, 魏家世善于经营人际关系, 他不仅讨得乾隆的欢心, 还经常拜访太后, 赢得了长辈的喜爱, 他对其他妃嫔也多有照顾, 在后宫中树立了良好的声望, 这种全方位的经营让他的地位更加稳固, 然而魏家世的汉族身份始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, 在满族统治的清朝, 一个汉族女子成为皇后是几乎不可能的事, 但这并不影响乾隆对他的宠爱, 乾隆甚至魄力给予了魏家世家族台旗的荣誉, 使其成为八级贵族, 他的父亲也被授予三级公爵的称号, 1775年, 49岁的魏家世因病去世, 他的离世让乾隆悲痛欲绝, 可见他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之中, 更令人惊讶的是, 在魏家世去世20年后, 乾隆不仅立他的儿子为皇太子, 还追封魏家世为皇后, 这个举动充分证明了魏家世在乾隆心中的特殊地位, 也为他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, 魏家世的传奇人生, 不仅是一个后宫宠妃的成功故事, 更是一部智慧与权力的交响曲, 从一个普通的汉族宫女, 到手握大权的林贵妃, 再到死后被追封为皇后, 她的每一部都彰显着非凡的智慧和坚韧,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 即使在最严苛的环境中, 只要善于把握机会, 运用智慧, 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传奇, 请不吝点赞,